这是徐悲鸿的熊鸡 应该绘制于 这是他的喜鹊 这些都应该是绘制于 他在抗战时期的重庆 这是徐悲鸿的奔马 徐悲鸿总体来说 他的国画水平还是可以的 尤其是绘制动物的状态下 他的国画人物画惨不忍睹 林峰明老先生 我非常崇敬的画家 中国画家的先辈 创立了中国美术学院 这是林峰明先生的国画作品 他的孤旧系列 这是他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套系列 反映了他个人的情操 和个人对于自我精神的追求和选择 可惜林峰明先生的很多作品 都在文革之前被损毁了 因为他担心这些作品会引起 他被迫害和被牵连 所以现在能够我们看到的作品 都是在文革的后期 而且并不涉及到 大量的意识形态问题的作品 这是还是他的孤旧系列 我知道了很多 这是林峰明难得见到的油画作品 这是林峰明在60年代开始创作的 山村系列作品 非常具有中国新国画的感觉 这是庞勋琴的作品 油画作品 拍的不是很真切 他和尼以德共同在上海成立了 决兰社 是中国早期的美术 美术协会之类的这种推进 美术改革的组织 这是吴冠中的油画 吴冠中也好 林峰明也好 吴冠中是林峰明的学生 中国美术学院杭州的 这是吴冠中的五台山 佛光寺唐素 我们看到这些新式的以油画所绘制的新式国画的那种感觉 这是吴冠中的一黄山 也是属于水墨油画 他已经大大突破了传统对大家对国画的认知 比如说刘白 比如说所谓气节反应 像这幅国画 这幅水墨画 彩墨画 充斥了整个画面 没有刘白 而且是大量的线条 不具写实性 但是有冲击感 这是吴冠中也好 林峰眠也好 带给我们的新中国画的创新 这是吴冠中的油画 他用油画绘制出中国传统国画的感觉 有留白 而且还有些许光线的感觉 油画的光线 光影的感觉 这是用油画材料实现的中国画的突破 吴冠中老先生 要非常的钦佩 这吴冠中的油画 他的绍兴的那些小镇的系列 吴冠中晚年的时候 把他大量的美术作品捐给了新加坡 所以新加坡是收藏吴冠中作品的最多的地方 这是吴冠中的水墨国画 这是他的油画系列 绘制出光影 但是是国画的感觉 而且整个页面充斥了 整个画是充斥了整个画幅的 这是吴冠中美大的地方 他突破了水墨对于国画的限制 也突破了油彩对于西画的感觉 在油彩绘制国画 用水墨绘制西方油画和光影 这是桂林山水 这是吴冠中的油画 但是我们猛一看 就是因为就以为是采末的国画 吴冠中又这么鲜亮的颜色 绘制出树木丛林 然后我们想林丰年的山村系列 颇有那种感觉 这幅画很像表现主义的画风 用油彩绘制的核糖 这完全是国画的感觉 但是国画没有这种突兀的立体感 这刘海素的国画 它的泼墨 刘海素的淡彩国画 刘海素的大幅国画 有点像李虎禅的风格 我拍一些具体的细节 这个是傅宝石的带戏把江山图画 这是傅宝石最有名 最有代表性的一幅画 明显的从上到下铺陈开来 鲍石村的经典作品 傅宝石先生的作品 能够看出他的性格 洒脱豪迈 不拘一格 这是傅宝石人物画 他的著名的蓝亭 傅宝石的人物非常有特点 衣带飘飘 神仙模样 这是傅宝石的国画肖像画 很少能见到傅宝石这种类型的作品 傅宝石的山村 小镜 这是傅宝石的人物画 这是李克冉的作品 李克冉的江南水乡 很经典的作品 这也是在国画的传统国画基础上做了创新 这是李克冉的作品 有点像无作人的感觉 重新回到江南语乌的水乡 这是傅宝石的九哥系列 他的人物画的功底和对于墨色渲染的功力 可以在这个系列里得到充分的展示 这是他的明天 这是李克冉的现代国画系列 他用鲜明的颜色点缀在墨色之间 这是李克冉的北海公园吧 从这些中国绘画大家的手笔看来 看出来就能够看到他们对于中国画 对于西方油画 力图把江七融合起来的那种巨大的努力 当然这里面看到了强大的时代的老印 这是李克冉的 他非常擅长的这种水墨山水全景画 扑面而来 这应该是叶浅渝的作品 群像画带给不了时代烙印 进入七白石的展厅 西白石的话我一直不是很欣赏 西白石的话有清代像类似石涛啊 八大这种风格的继承 但是他没有突破 这是 这是乌威山的七白石的人物塑像 还是很传神的 应该是同志的 这是七白石的展厅 这是七白石非常擅长的那些小动物情绪化 他的用墨呀 对细节的把控啊 基于仔细观察以后对这些动物的认知啊 都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是一个工匠的事情 不能算作一个大师的水平 他只是个熟练的工匠 七白石这些小品在近些年开出了非常高的价格 我们惊叹于他这些螳螂啊 蜻蜓啊蝉啊蝴蝶的写实性 用水墨表现的这种强写实性 强动态感 这是老舍和他夫人胡杰青的雕塑 原来很多的绘画是由他们所捐献的 他们的子女所捐献的 这是中国精品绘画展 难得一见的很多珍贵藏品见到了 走出中国美食馆 西洋西照 映着苍松 映着这高大的 泛黄的墙壁 高温モン 黄的墙